那再來的話,我們後面其實所剩的時間不多 所以最重要的爬從就是CSV、JSON、XML 然後再來HTML網頁 那其實難度最高的也是HTML 因為HTML裡面的話,除了HTML標籤語言之外 它還有一些CSS,甚至還有JavaScript 然後呢,還牽涉到這個有些前端技術跟後端技術 所以你要爬取的話,那困難度相對會比較 常常網頁部分,當然也是用的相對機會也蠻大的 所以下個禮拜的話,我們可能就是會把時間來講一下 至少你要有個基本概念 以後你要抓網頁上,至少不要每天都用複製貼的 Ctrl C,Ctrl V,Ctrl C,Ctrl V,Ctrl C,Ctrl C,Ctrl,那不能浪費時間 那用什麼方式最簡單,當然還是需要學點爬從 所以今天至少,我們再來看一個Json Json的話,我們再舉另外例子 所以以後的話,反正就是 你假設我舉另外,這個在第幾頁 第20頁的地方 然後各鄉鎮的人口密度 那這個也是開放資料裡面 它提供的資料有CSV跟API OK,那所以你會發現API實際上就是Json 所以你檢視資料在這裡,它是UTO8 那點開來之後的話,你會發現呢 它跟剛剛的那個資料有點雷同 外面也是大瓜糊 如果外面大瓜糊,那就是Json.Ross 有沒有OK 可是問題呢,違反的資料在哪裡 其實就在這裡啦 那我建議啦,你光看這些,頭會暈的 所以建議Ctrl A,C,然後再Json Editor 把它切到Tex,然後一樣Ctrl A,就Ctrl V,就貼上 貼上之後你不用管,就點到Tree就可以了 Tree的話就是把它轉換成為一個物件 然後呢,再去找說你要的資料,它到底在哪個Key裡面 你就去抓那個Key就OK了 可是像這個資料裡面,其實它還蠻複雜的喔 它是在一個Key裡面的另外一個Key 所以要兩層喔 那所以以前啦,如果你假設看這個資料 像我發現喔,真的坊間書籍啦 還有網路上的教學,都叫人家直接看 你看看喔,光看這些喔 我看,把它放大來看好了 光看半天喔,你應該會想要放棄喔 對喔,光看這些,哇,你就會覺得 但是我是覺得啦,光看這個好像比較輕鬆吧 那怎麼說喔,第一個,大瓜、虎,所以接著Low OK,Low進來了喔 第二個,我們去找Key 欸,哪個Key喔 所以我們知道,反正應該是這個沒有 Cease只有Tree跟Folce 所以一定是這個Key 所以呢,我第一個Key是GET REVILLE OK,把REVILLE這個Key先抓回來 所以喔,第二個還有哪個Key 所以喔,你會發現,在這個Key裡面 它是大瓜糊 所以呢,理論上一樣把它視為一個字典 所以它是DICT2好了 外面是DICT1嘛 然後再丟過來,這個叫DICT2 然後呢,再來,欸,我的資料應該不是在FILL的 欸,也叫RECAUSE 而且你會發現它在哪裡 它在它的裡面 所以變成說,你要GET它之後呢 你要再GET下一層喔 所以呢,GET下一層就RECAUSE 然後RECAUSE它是一個中瓜糊 所以呢,RECAUSE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LIST 所以是LIST1好了,把它丟過來 這個LIST1裡面呢 總共有幾個ITEM呢? 375ITEM 那375ITEM,有的時候我會稍微看一下 這個OK,對,也是KeyVALUE 所以跟剛剛一樣嘛 在這個裡面,它是字典 所以我在取裡面的VALUE 就後面的東西 欸,這樣OK了 所以喔,透過JsonEDIT啦 我覺得喔,真的可以讓Json的解析 變得相對輕鬆 太多了 因為以前我也 我在沒有找到JsonEDIT的這個工具之前 我真的就是自己在慢慢看 我光看到這些喔 我自己都覺得很累 當然看OK,低層 可是問題啦 人腦畢竟不是電腦 因為有的時候你前瓜糊跟後瓜糊的位置 說真的你還會找欸 而且顏色都黑白的 實在太累了 所以忘記了 千萬記得 你就Ctrl 只要記得Ctrl A Ctrl C 貼過去就好了 然後呢,用JsonEDIT 真的會相對幸福很多 有一點感覺 好像寫程式是一種幸福的感覺 有沒有,OK 所以你要找對工具 用對方法 寫程式好像就沒那麼困難了 但我發現喔 我剛剛要解析JsonEDIT檔案 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好 所以呢 我們應該分析結果是 先JsonLow 然後GateResult 然後再從Result這個 這個應該是大瓜糊 所以它是一個字典 在從這個字典裡面 解析Recourse裡面的串列 然後在從串列裡面 再去解析它的Values 那總共幾籃 一、二、三、四、五個籃 一樣五籃 不過我後來 我有解析一個問題 因為它最底下 把它全部秀出來 我發現呢 最底下的資料 它好像有一些無效資料 我記得好像有一筆、兩筆、三筆、四筆 它是這種無效資料 這個是南砂群的有效 所以底下好像有四筆資料 它是塞了一些說明在裡面 所以最後我其實 你看我程式就有檢視 只要因為我是回頭 因為抓字 發現其他底下的每個怪怪的資料 所以我看 好像有四筆是無效資料 所以我把那個資料給扣掉了 所以剛剛解析完之後 所以第一步一樣 我input request跟json 然後呢 透過get的這個方法 把它怎麼樣 把它取得我要的資料 所以我把它 假設我要寫這個程式的話 那一樣第一步把它下載 所以開一個module 然後呢 把它get get完之後的話 我就取得這個剛剛的原始碼 然後接下來就解析了 解析部分的話呢 在雲端11頁的地方 第一個的話 一樣是jsondoss 把這個下載的東西 因為它是大瓜糊 所以放在DICD1 然後再用那個get result 因為我知道它是一個retout key 然後把它get放在DICD2 再根據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 總共一層兩層 所以將來如果json很多層 這個還不算複雜的 我還看過非常非常複雜的 如果不用jsonedit 我說真的喔 看到吐血了 還找不到我要的東西 太痛苦了 因為每個地方 而且資料這麼龐大 我怎麼知道下一個key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方便的 有沒有 那你就找到 它是一個串列 所以呢 我就把旅料的這個串列抓出來 然後跑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的話 我從1一直跑到 檢視的話 因為剛剛有四個資料是無效的 那為什麼從1開始 而不是從0開始 看一下 是不是上面也有資料 第一筆是不是不效的 這裡可以打開看一下 這個是藍位名稱 所以它把這個 0的部分是放藍位名稱 有沒有 然後呢 我看1 1就是膽橋的 那個人口密度 好 所以為什麼會避開 主要原因就是這樣 那就是 把那個這一段程式 一樣把它Ctrl-C 然後呢 我直接拿這個來用 Ctrl-V貼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能不能get到 375 對不對 減4 371 執行一下 那資料上 欸 對 你會發現沒錯 所以你會發現 前面是年 然後這個是哪個 哪個縣市的鄉鎮 然後應該它的人口密度多少 如果從零開始 所以這樣就把資料抓回來 剩下的部分都一樣 看你要轉CSV 還是要轉Excel 就簡單很多了 所以啦 這個地方Json的話 我是建議 可以 善用那個 JsonEdit 所以 另外底下呢 還有什麼 我還有放那個 什麼 直外線的即時監控 OK 其實這個也是環保署 環保署 環保署跟 這個 中央氣象局 這個資料的話 我想差不多啦 所以你們也可以 這邊有Json 你也可以自己把它點開來看一下 那一樣的方式 自己再稍微分析一下 不過好像也類似 好像跟剛剛那個 P25蠻像的 你們自己再玩玩看好了 那 得到的結果在這邊也有 還有像那個 I-Tai One 這個應該 免費的Wi-Fi 那 它有一個位置 你甚至 可以把它這個抓過來 那其他類似啦 這邊蠻多的 每個其實我都有把 稍微的參考答案都放在上面 所以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 再來 後面的話 剩下兩種格 一個XML 一個HTML OK 所以 底下的話 請各位去試看好了 那再來的話 後面 剩一點點時間 我們待會再來看 有關XML 這個格式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下一個禮拜的話 等於是最後一次上課啦 那剩下的時間 也許我們就是至少 把那個XML 跟那個HTML 的抓取方式 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 尤其是HTML 其實難度 複雜度 又相較於其他的格式 又更困難 那這個XML 其實也有一個XML的EDIT 其實概念都差不多 其實也可以把它直接貼上去 然後稍微再解析一下 只不過 XML 也跟那個Json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說 Json的話 是直接可以 把資料抓下來 變成一個 字串分析 但是呢 我XML 找不到 類似的套件 所以呢 我找到一個 叫 Everment Tree 的一個 這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 有一個 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呢 它無法解析 那個 字串 它只能解析 檔案 有點像Json 剛剛我們是Json Raw加S 就是解析 字串 那 另外還有一個Json Raw沒有加S 就是檔案 可是 XML 這個 我後來找到一個 Element Tree 它比較特殊 它其實蠻好用的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只能解析 這個 檔案 那它不能解析字串 我試過了 不行 其他有一些 可以的模組 不過其他模組 我發現太複雜了 這個Element Tree 真的是超簡單的 缺點就是說 它變成 沒有辦法解析 字串 就像剛剛 HTML 我們不能直接丟給它解析 你說 老師要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先 直接把 抓到的資料 先存檔 不就好了 存檔我們之前不是教過 有沒有 存F物件 點Open 開一個檔 把它存成一個XML 然後再丟給 Element Tree去解析 不就有OK嗎 所以這是我想到的方法 先把它 抓下來 存檔 存檔之後 告訴它路徑在哪裡 一樣可以解析 所以沒有問題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也許請各位 先把那個 剛剛提到的那個 像 除了PM2.5之外 那我在雲端上面 還有放 像那個 人口密度 紫外線 還有像那個 iTaiwan的Wi-Fi的熱點 甚至是這個 文化部的那個什麼 展覽資訊 OK 這邊也有啦 其實蠻多的 你們回去可以試試看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固定的規則 反正你就找到什麼 找到 那個字典 反正大瓜弧就丟給字典 中瓜弧的話 就是丟給串列 大概就這樣 然後一個一個 把它分別 就是 固定規則 看到什麼 給什麼 看到什麼 給什麼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很容易把Jetson 解析出來 那以後的話 你可以解析 你要轉成成CSV 轉成成Excel 或者是再做其他用途的話 其實相對的就非常的簡單 OK 試試看好了 其實我還蠻推那個 就是 Jetson Editor 因為真的是 對一般來說 如果對於那個 Jetson程式碼 不是那麼在行的人 不過說真的 即便你在行 光看到那些的話 頭都暈了 以前我們還真的是 從頭看到尾 OK 後來我發現 不過自從要教學 我就想到 因為我們自己可以 不代表別人也可以 所以還要替大家想一個 有沒有簡單一點的方法 所以後來才發現 原來有這個東西 這個是無意間的 因為總是會想說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大家可以 不要看到這個是頭暈的 因為以前我剛開始教這個的時候 我是直接請同學看 那個原始碼 然後我發現 那個 Jetson原始碼 他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 可以馬上讓人家的表情改變 第二個的話 可以讓人家昏昏欲睡 因為看每個人 光看到這個原始碼 整個表情都不一樣了 想說這什麼東西 後來發現實在不行 如果叫人家直接看這個 簡直就是要虐待他 或者說你晚上睡不著覺 請你起來分析一下 Jetson 不要用Edit 我想應該很快就睡著了 因為實在是太困難了 OK 所以有那個Jetson 就在Edit 其實問題就簡單了 而且有時候我之前 我那個影片 常常有人問說 老師那個哪個地方 他怎麼去抓什麼 什麼Key 原來他們都自己慢慢去看 那個原始碼 慢慢 所以你為什麼不用Edit 看一下 不就馬上有答案了嗎 因為他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OK 所以這個部分 請各位就是試試看 把那個剛剛的PM2.5做完之後 然後底下至少還有延伸的好幾個練習題 包含人口密度 所以你們也可以找找看 全台灣到底哪一個鄉鎮 哪一個區 人口密度最高 第一名是哪裡 知道嗎 上面有答案 應該猜也猜得出來 而且還不是台北市耶 在新北市耶 而且人口密度應該 也不意外 因為那邊真的是人多 然後路小 OK 所以在那邊開車簡直是 很痛苦的經驗 OK 好 其他的話還有像 紫外線的指數 紫外線的指數 然後還有就是 iTaiwan的那個Wi-Fi熱點 甚至Wi-Fi熱點 你也可以再結合那個Google Google它地圖 上面其實也可以見地標 有沒有 甚至可以輸出在那個Google地圖上面 直接就把iTaiwan所有的地標都打上去 這樣的話很方便 你馬上可以看 然後那個地圖 甚至你還可以套一個圖層 有沒有 將來如果你到附近 想要知道附近 離你最近的 免費Wi-Fi在哪裡的話 有沒有 甚至你還可以弄個APP 有沒有 那個打開 哪裡 附近哪裡 有免費Wi-Fi 對不對 那APP我覺得應該會蠻多人喜歡的 免費的Wi-Fi 那 這個 延伸的部分 當然未來 那個 Python其實也可以再結合其他的應用 像APP 手機APP也可以 結合進來 而且像 一些資料 Json的資料 其實不管是Python 或者是說你如果將來要寫個手機APP 其實也都會用到Json 只是說不同的軟體 他一樣會遇到同樣這個格式 那你如果會解析的話 你換到另外一個平台 其實你也會很快就知道該怎麼解析了 OK 好 那 其他部分 大概是這樣 後面警備就自己再試試看好了 其他還有像那個 六都的A1交通事故統計 那這個資料的話 好像已經被下架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被下架 這麼重要的資料居然被下架了 就還蠻好奇的 不過後來好像根據統計 代表你在哪裡會最危險 A1指的是24小時 你出車禍就走了 的統計 我發現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看那個網路上的資料 好像台北市居然那個A1的事故 還算是很少的 第一名好像是 哪裡知道嗎 我看好像是高雄 高雄還是台南吧 反正這兩個分區那個前面幾名 不過應該也不太意外 因為我常常在路上 走在斑馬線還被 常常被機車刷卡 不過相較之下好像在台北比較少一點 但好像還是有 難怪那個最近我有新聞 CNN不是說台灣是旅遊的鬼島 好像不是說鬼島 旅遊有相對比較不安全的地方 那這一點我其實很久以前就有注意到 所以我對這個議題也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看有一個日本人有寫一本書 他要討論那個 為什麼日本他們 像他們一整年的 就是類似A1的死亡人數跟台灣 既然差不多 台灣大概三千個 一年喔 大概因為交通事故死亡大概三千 日本也大概三千 可是日本人口大概我們六倍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因為車禍死亡的人數 是日本的六倍 OK 那為什麼 OK 其實他說 那本叫什麼 有一個叫什麼鋼的 我忘記了 他在講一個 他說其實 他們在五十年前其實也跟台灣很類似 就是馬路上大家也就是亂開車亂騎車 交通事故頻傳 所以他們也花了半世紀的時間 做了很大的努力 才慢慢把交通改善的 也就是說 慢慢有人有這種想法 喔 我要改善交通 OK 我走在路上 為什麼可以這麼不安全 而且像外國人覺得蠻奇妙 說平常你們台灣人都很客氣 人都很好 溫文如雅的 為什麼呢 開了車或騎車之後 就變了一個人了 真的耶 為什麼 我覺得很奇怪 你還是人啊 對 你不是騎的車變野獸了吧 對不對 你不是因為開了車 你就變了一個 很容易發怒的人耶 所以你如果要激怒一個人 就是叫他去開車嗎 叫他去綜合開車 因為人口比度太高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耶 對你還是你自己啊 為什麼因為你換了一個交通工具之後 你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我覺得蠻奇妙的 OK 比如說你平常會讓人 但你騎車你就不會讓人 對 OK 而且還斑馬線 所以你們 這個實際上蠻值得思考一下 為什麼 交通工具上面你就會不一樣 OK 這點我覺得蠻值得思考 這個都數據啦 所以為什麼要特別跟各位講開放資料 其實這個開放資料 有至少有6萬種 也就政府開放 那這個資料只會變多 不會變少 剛開始可能1、2萬 現在7可能更多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所有資訊都公開透明 你就自己去找 會有答案的 OK 那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主要就是針對 那個Jason的格式 解析方式做說明 那後面還有很多練習 請各位先試做 把他下個禮拜剩一次上課 所以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們會挑重點 主要集中火力在 XML跟HTML 對這個解析方式 所以你們回去有時間的話 可以自己再把 XML跟那個 HTML解析部分 稍微再看一下 那HTML的解析在 0604裡面 所以回去的話 也許你可以 先把那個 0604的部分稍微看一下 那主要是針對那個 HTML標籤的部分 那所以如果假設 你對網頁的標籤 完全沒有任何基礎的話 你回去可以先看一下 0604 我這邊有提供了幾個連結 包含就是什麼叫HTML 的標籤 如果你不知道 請你把這個文章先看一下 然後還有這個 教程 還有那個 Edit 就是主要這個 第一個可能是要看一下 那什麼叫HTML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標籤 那將來呢 我們要抓資料的話 其實就抓標籤 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要先知道 你要抓什麼標籤 那你找到那個標籤 就有點像是找到一個源頭 你就可以把裡面的資料抓回來了 OK 這樣就簡單的 那至於要怎麼做 下一次我想 我們也是要挑重點 然後給各位一些範本 你將來就照著做 應該就可以把 大部分的網頁資料給抓回來了 OK 所以回去可能先試試看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不然的話 我們今天 就先 回去 如果你對於HTML 完全沒概念的同學 可能自己先稍微看一下 所以兩個重點 一個是XML 一個是HTML